第五人格中有四大妇婆你知道几个呢? 第一个是红妇人,红妇人的原型是玛丽皇后,生活非常的奢侈,也是当时最富有的女人,不过最后有点惨,法国革命后奔剑皇朝被推翻,会进入土的红妇人,最终散了断头台。 第二个是园丁,园丁原本是个富家大小姐,爸爸厂长非常的富有,只不过后来厂长被律师欺骗,嫁过了王,所以园丁才失去了富家千金的身份,最终变成孤儿被送入了孤儿院中。 第三个是玩具商,玩具商的家庭非常的富有,所以她从小就是完全不缺玩具的孩子,因为妈妈的去世,爸爸希望玩具商成为妈妈一样的女人,所以把玩具商一直关在家里,并且玩具商还有一个有钱的未婚夫,只不过玩具商并不喜欢,所以最后玩具商逃婚,逃离要原本的家。 第四个是胖大姐记录员,记录员的家族也非常富有,而且她还有几个当律师的哥哥,家里非常没有钱,只不过记录员和玩具商有类似的地方,由于是女孩子,在当时地位比较低,而且家族为了利益,也为她安排了一个很有钱,但没有感情基础的未婚夫。 所以记录员后来和玩具商有了类似的操作,玩具商通过离家出走的方式逃婚,而记录员通过毁自己的颜值,把自己自称大攀子的方式,让户豪因此退婚。 第五人歌中的斯大夫伯,你喜欢哪一个呢? 第五人歌中的斯大夫伯,还带着土耳朵,真奇怪,真奇怪。